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嗎 大人嗎 好的 來 先包包 謝謝 我們兩個體溫 噴個酒精 往裡面做喔 十六號起偏鄉的衛生所 加入實名制 賣口罩 一大早常常人籠 號碼牌十分鐘就火速發光 有衛生所 口罩九點開賣 民眾七點就來排 藥局本來就不多 排藥局不太方便 那排衛生所的話 大家就覺得說政府真的有在照顧人民 我們下班的時候就是晚上 就是會早就早上就換完了 我覺得比較方便 因為多了一個據點 而為了加快販賣速度 衛生所先有號碼夾 加著健保卡跟包裝好的口罩 依序叫號 也因為一到日都要賣口罩 衛生所也趕緊調派人力加班 原則上我們家裡都會 安排兩位同仁跟配一個志工來協助 為了讓民眾都能有口罩領 除了增加銷售據點 有關小型口罩廠報院 沒真用又不能賣 經濟部也宣布 已經針對規模小的業者口罩 全面真用也陸續發送真用書 而口罩新產線也準備好了 驗收確認產品尺寸 正式60台口罩新產線 首批的9台也已經正式交集 預估一天的產能就能再增加90萬片 要解決一兆難求的困境 C學旅少博張學SNG小組 新北報道